原标题 电影玉旧在山西顺利杀青 人民网探员 11月29日-11月 精准扶贫题材电影玉旧 在山西汽水 宝德 河区等地玄境拍摄 顺利杀青 并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据了解玉旧是一部反映脱皮 乡村振兴的电影 讲述了在胡家滩村挂职的女第一书记 在复杂局面中 开展扶贫工作的故事 故事阐述了扶贫 不只是简单的送款送物 而是要从思想上彻底改变 等考要的观念 扶魂扶质 才是帮助村民彻底脱品的金钥匙 故事已在省城文化馆文艺处 任职的胡家滩村 挂职第一书记的郝玉旧 讲述了她通过细心观察 改变村民毁田挖矿 发家致富的想法 同时 她发现了几百年前村民 就爱以生活的海红果 玉旧就想方设法 为种植海红果提供条件 想用第一书记号召的村民 大力种植海红果 全村走上了富裕道路 通过第一书记玉旧 在隆东时节 不为阳寒帮助胡家滩村民 走向富裕路 告诉民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该据由中共保德县委县政府 山西五州影视传媒小县公司联合设置 中共汽水县委县政府 中共河区县委县政府协助拍摄 乔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共河区县委员